粉丝经常给我留言让我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外贸电视盒子 我都会首推亚马逊的Fair TV Stick 4K 那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是拿到了 最新升级款的Fair TV Stick 4K Max 那新款在配置和体验上是否真的Max呢 Fair TV Stick 4K的老用户真的需要升级吗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 粉丝没多少,发型必须好 大家好,我是小鑫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亚马逊最新推出的Fair TV Stick 4K Max 应该是今年外贸电视盒子这个圈子里的重头戏了 并且小鑫TV频道的第一个开箱视频 正是Fair TV Stick 4K 所以当Max一经发售 我便在美国亚马逊官网上下单了 我是10月6日在美亚下的单 但是过关的时候被海关查检了 这张便是查检高支单 所以它经历了快两个月才到我手中 升级款的Max在硬件参数上 相较Fair TV Stick 4K有哪些升级呢 第一无线连接技术 从之前的WiFi 5升级到了WiFi 6 网速肯定是有了明显的提升 第二,Max终于是真正的意义上支持了杜比全景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上一代的Fair TV Stick 4K在包装盒上 虽然写了支持双杜比 但是在观看双杜比影片的时候啊 是不能点亮杜比全景声的 但是这款新推出的Max据说是真正的支持了杜比全景声 第三,这个新款的Max处理器虽然还是4核的 但是CPU从之前的1.7GHz升级到了1.8GHz GPU从之前的560MHz升级到了750MHz 第四是Max的内存从之前的1.5GHz升级到了2G OK,刚才说的4点是这次Max主要升级的硬件参数 那这款Max具体在外观上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马上来开箱 这次Max的包装盒比之前Fair TV Stick 4K包装盒要大了许多 而且包装盒打开的方式也跟之前不一样了 拉手直接把它撕开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包装还是很紧凑的 这一向是Fair TV Stick 4K的一个传统 首先我们来看Fair TV Stick 4K Max的本体 因为它外形特别像一个棒子 所以说我们也习惯称它为火棒 这次Max在体型上比之前Fair Max版 就是Fair TV Stick 4K要大一些 我们再看这个遥控器 它这次这个遥控器我感受一下手感 因为之前Fair TV Stick 4K的遥控器的手感 我觉得很一般 这个遥控器的手感 我觉得摸上去还是比较一般 但是它比之前Fair TV Stick 4K遥控器 多了许多功能键 奈飞功能键 Priming Video的一个功能键 还有一个Disney Plus的功能键 以及一个Hulu的功能键 这四个按键是之前Fair TV Stick 4K的遥控器没有了 我们看包装盒里还有些什么 这是一根Micro USB转USB的一个电源线 这是一个HDMI的转接延长线 因为有电视设计它不方便直接把HDMI接口插上去 经过一个这样的HDMI延长转接线 这样就方便插入电视的HDMI输出接口 这个就是Fair TV Stick 4K的一个说明书 这是两节气候电池 这个就是一个5瓦电源适配器 OK开箱完毕了 下面我们就接入电视 给大家演示这款Max 它的使用体验到底如何 OK我已经进入到Fair TV Stick 4K Max主界面了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主界面以后 我们首先看下它的设置 然后在设置里找到这一个Display Sounds 我们点进去 这次Max在显示方面设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 就是在最下面这一栏 动态范围设置 它有三个选项 Always HDR 就是一直开启HDR模式 第二个模式就是根据你显示的内容是否是HDR 而自动开启HDR这个模式 第三个就是关闭HDR模式 之前的Fair TV Stick 4K 还是没有自适应开启HDR模式的 只有一直开启HDR模式和关闭HDR模式 这样有个缺点就是 如果你的视频不是FDR格式的话 那么你的视频的色彩就会发生严重的色差 显示不准确 下面我们就去选择自适应模式 它会让你确认是否选择这个模式 我们选择确认 然后再看最后一个选项 大家看左边就是你的硬件音频模式 我的电视机是全部支持的 杜比世界杜比音效 右边是你的显示模式 4K 60Hz HDR10和HLG 包括杜比世界也是支持的 下面有一个播放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的一个样片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画面还是非常震撼的 下面我们再看Max主页整体的布局 它这个布局还是这种卡片式的布局 因为Fair TV的系统是基于Android TV系统进行二次开发的 这样的切换非常流畅 完全看不出是一个Android电视盒子的流畅度 我觉得这个流畅度是可以媲美Apple TV的 下面就是小伙伴最关心的 这款Max在播放国外视频流媒体的时候 它的效果如何 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演示 首先是奈飞 既然说完奈飞 我们就用遥控器上奈飞的直达键 我们点一下 就直接进入到奈飞这个APP了 然后我们看奈飞最新上的真相这个剧 就是可以点亮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的 大家看最新的比较火的韩剧 地域公使 它也是支持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的 下面我们再看另一个比较火的国外流媒体平台 就是Disney Plus 同样的它在遥控器上有一个Disney Plus的直达键 我们一样的点滴 OK 它就直接打开了Disney Plus这个软件 我们播放一下上期这个影片吧 最近这也是Disney Plus的一个热门影片 这个上期影片呢 它是最高支持IMAX的 并且支持4K高清 支持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 我们播放看一下 这里由于版权问题 我先静音 这个Disney Plus它跟奈飞一样 它的画质呢也是根据你的网速来进行决定的 刚开始的话可能画质还不是很好 慢慢的话你的网速上来以后 它的画质会越来越好 最近出了个好消息啊 就是Disney Plus 它支持新加坡地区和香港地区了 所以说大家看音频还是英语的 但是字幕呢它支持中文简体了 如果小伙伴对Disney Plus的这个影片呢感兴趣的话 但是又觉得这个会费很贵的话 可以到奈飞小铺国内最大的拼车流行平台呢 进行一个拼车 拼车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 这个拼车的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留言里头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下面呢我们再播放一个很多安卓电视盒子 几乎是不支持的Apple TV Plus 我们播放一下 Apple TV Plus最近这个比较火的一个电影 就是芬奇这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 这个Apple TV的播放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版权问题啊这里我就不过多演示了 OK下面呢我们来来播放YouTube就是油管的视频 我们就播放这个4K HDR这个东京的夜景这个视频吧 大家看这画质的参数呢它就是4K的 然后呢色彩是BT2020的 就说明这个画质呢确实是4K HDR的 然后呢我们再播放一个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的一个影片的样片啊 4K HDR 60帧的 大家看这个播放信息它的画质就是3840乘以126060赫兹 然后它的这个色彩呢是BT2020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这款MAX它的重点升级的WiFi 6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到底这个速度有多快啊 首先呢这个测试软件它显示目前的我这个WiFi的这个无线网络速度啊 最高可以支持到8K画质的视频播放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的实际速度最高能跑多少 OK这款MAX的测速结果呢已经出来了啊 它的下载速度最高可以到274Mbps 比MAX整整高出了100Mbps 所以说同样是WiFi 6的配置 Apple TV的WiFi 6的无线网络速度还是要比MAX的无线网络速度呢要快很多 OK经过刚才的使用观看体验 我来说一下我对MAX的一些购买建议吧 如果你平常有观看国外流媒体影片的习惯 先买一款轻价比高的外贸电视盒子 那么亚马逊的这款最新推出的Fair TV Stick 4K Max呢就很合适 它在内容上不仅支持几乎所有的国外流媒体平台 在画质上呢支持双度比以及4K HDR 最重要的是它价格才300多块钱吧 是一款入门级别的外贸电视盒子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系统啊不支持中文 对于中文不太好的小伙伴来说呢不是很友好而已 那如果恰巧你是Fair TV Stick 4K的老用户 新款的这个MAX啊解决了度比全景声不能播放的问题 并且增加了WiFi 6以及自适应的开启HDR的功能 我觉得啊也是值得升级的 以上就是Fair TV Stick 4K Max开箱体验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留言点赞转发 我是小新see you next time